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3月15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专门和董事王伟豪Raffi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ffi 早晨Raffi 昨晚有些数据都看到 美国的通胀压力超出预期 美债息升 美股星期四都受压 恒指期跌至175点 怎么看今天市场的焦点 最主要看着美股的回跌 对港股近期的强盛是否有影响 而也留意日本那边 这些人都会说的 我认为日股日股 资金流方面 还有没有流离港股身上 都是比较关键的 也是很多大家的焦点 有什么个别股票研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2133819 或者我们的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明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最新出炉的PPI数据显示 通胀压力较预期大 美债息认性是臭性 10年期债息见了4.3厘 美股指数亦突破103的水平 美股是先升后跌的 道指曾经跌超过300点 收市跌137点 报38905点 标指跌0.29% 报5150点 纳指跌0.3% 报16128点 金融股收额 摩通跌了1.8% 是最弱的道指成分股 商品价格方面 金价回落近1% 其有价格升超过1% 看招点美股 NVIDIA跌超过3% Tesla持续弱势 再跌4% 苹果收购加拿大AI初创公司 苹果股价 但升大约1% Amazon和Google升超过1%至2% 看中泰股和ADR的表现 Abbaba和美团 比半港收市跌大约2% 腾讯、网易、百度比港股跌大约1%以上 京东跌0.6% 二汇公共股ADR自宣布58.72% 比半港收市跌0.6% 友邦跌0.8% 港交所跌1% 比亚迪跌近2% 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亚太区股市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0.2%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8712点 跌94点 南韩市和澳洲市跌幅超过1% 新西兰股市跌0.4%左右 至于恒指黑期 可能如是稍后港股也要低 黑期现在跌167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外围的消息 昨天大家看着美国一堆经济数据 看到通胀压力再浮现 因为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推动 2月份PPI按年升到1.6% 超出预期的 按月升幅也有百分之0.6% 远销市场原先预期是百分之0.3% 而核心PPI按月升的百分之0.3% 也是超出预期的 雖然零售数据好像比预期弱的 2月的零售销售由负转正 又跌百分之0.8% 加速到升百分之0.6% 看到近期的通胀数据好像也在打击减息的充劲 联储局短期是否也会维持紧缩呢? 究竟开始减息的时间会否进一步推迟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后 美股会否有调整压力呢? 其实我想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整个美股方面 当然整体的势还是算强的 但是就不断就着 可能大家对于减息的预期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也说了很多次 譬如你其实现在也是3月中左右的时间 但如果大家记得 譬如你两个月前的年初的时间 其实当时市场仍然是估得很夸张 是 估今年减6-7次息 但是储局1-6月来都很坚定是3次 结果过了这两个月左右 其实慢慢调整也对 就是两者 譬如市场和储局一样 去3次左右 但是美股仍然是可以的 即是反映这一刻的管理月期 其实做得算是挺好的 因为正正就是这一转 觉得减息的幅度 减下来也好 但起码最主要因素就是经济是可以创造的 譬如你过去的数据 所有的东西是看到这件事 所以令大家不需要担心 什么衰退远着陆 根本不用再绝的话 其实美股仍然是算强 但到这一刻来说 有点开始再放偏一些 开始留意一点 就是税主近期的数据 再公布通胀数据 究竟不会连儲局 现在赶三次 今年的减息幅度都要调整呢? 这个是最关键的 因为假设儲局是一条 调到两次或者再缩 这个市场可能会大一点反应 因为始终是官方的看法 所以这个我想你现在要留意的一个点 但如果你说离忍储局 没动一些实际改变的话 我觉得就减息这个点 其实对美股的影响 其实这一刻不算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我想留意着 离忍储局究竟是会再应多一点 还是继续维持现在的状态 这个关键 最主要一点就是看下个星期 就是乱书的意识 没错 因为当然动作就一定不做了 大家看到是看今次 究竟他怎样去看之后的减息路线 譬如说是否6月开始减 刚才说是否继续维持减3次 这些可能是从储局的口径之外 看点阵图这也是关键 会否移动呢?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虽然我觉得移动的机会性暂时不太高 因为始终以储局实际的位置或情况来看 因为又很难因为数据强了一点就立即动了 因为反过来 难道你动了变了两次之后 当来的通胀下急 那些数据又远了一点 你又突然跳回吗? 那变相市场会很刺激的 所以我想又未表一下子会这么快变着 但这个我想是留意有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想短线来说 美股在这些位置 一样的了 会先反复 我又未预期会立即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因为始终你也要看下个星期的议色会 所以我想这几天可能会反复一点 但的确你说向上的动力 不是完全没有 但明显地比之前来说是弱了 因为始终你从实际因素上看 暂时没有什么新的因素先推上 例如你应该对于减息的看法也好 经济的状况也好 甚至乎是企业的盈利也好 业绩都出了 所以变相我觉得这刻来说 没什么太大影响住之前 感觉美股人这些位置先反复住 当然大家都看实了 下个星期也很关键 即使预期它不动 有没有一些提示出来 也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大家下个星期也会看实的 做议色比联储局再早一点 就是日本央行下个星期初 就有个结果了 但是现在吹风也吹得很劲 大家都在猜 会结束负利率政策 尤其是不少日本的大企业 加深幅度明显都高过去年 所以都强化了实现通胀目标的可能 大家关注就是今天 其实日本的劳资双方 今年的春斗 即是薪资谈判 就会有个结果出来 加深幅度有多厉害呢 就很关于央行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可以转换了呢 当然就是问现在日元经历了三年大跌之后 一旦政策转向日元会转势 另一样就是大家都很知道的 日股也一直是焦点 强劲的升势又会逆转呢 其实我觉得短线我自己对日股 或者日元的看法 特别是多拉英 因为如果只看上去 就答应了 这些势来说 或者日股向上的势来看 我觉得可能短期会先省一下 我觉得又未必一定是 因为可能春斗 或者下周几周的息会之后 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向 但问题就是到这些地方 就一定是暂时 就算是怎样早到 未必博得过 因为始终你的结果是怎样的 大家怎样反应呢 其实就很难去估计的 例如说春斗的新资谈判来计算 虽然结果是今天稍后时间才实际出路 但其实过去这几天 其实很多的大人企业都终终公布了加薪的结果 其实普遍都是比预期高的 加薄的幅度 但如果你以这样推敲 其实近期已经有很多人猜 日央行其实下个星期应该会结束负利率政策 意味着有机会是加息的 但如果全康来计算加息 应该是对日圆强的 应该是对日圆强下来 但这两天反而有了抽高一点 现在是148、148多的位置 始终有这样的反应 市场是有些困惑 究竟是否真的等于 就算未来 可能刚才所说的 春斗结果是高的升幅 以至下个星期宣布结束负利率 但是否等于银立即会对日圆强下来 即会转强很多呢 其实你看位置 又要看看能否破到 例如跌不跌穿大概146.5这些位置附近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特别这些位置 想去做一些偷步的部署 我觉得可能等结果出路先 即是方向其实是清晰的 即是我觉得 就算说真的 今次三月份你不结束 你四月份也结束 即是方向一定是这样的 但问题是日圆是否真的 一下子一面倒地转强很多 即已经对回来很多呢 这几天又有点奇怪 当然可能你因为美金 因为始终对过美金 你美金这几天又因为 强了 有些因素 不减息那些又强了 所以又压低少日圆 所以要看这些因素 所以我觉得 但的确我同意是挺关键的 即是这几天 日本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想除了刚才提到自己 譬如日央行的政策 是否改变日圆强不强之外 拉着日股 因为始终我想过去这几个月 日股这么强 一来当然实际上很多钱流进去 当然很多钱流进去的主因 除了你本身部份一些 可能未知的一些 譬如退休基金那些 那些股票拍到来之外 其实贸致上扯了很多区内钱过去 但是如果你说 反过来这一刻 真的在说 可能加息或者各样东西的时间 那会会令到这些钱流出来 再加上那个日股 已经升那么多的时间 这个都是要留意的 所以我想 这几天都挺关键的 如果站在港股角度来计 或者香港投资者角度来计 就是想一些钱过来 是的 如果日股的钱 有机会退出一些 会像过去这一段时间 如果港股的钱又会更好 那可能有这个因素 所以其实几样东西 都可以说是横环紧扣 所以其实 我觉得特别是今天开始 日股日股的走势 其实对于整体后市的影响 先升得比较大 还有一个人 对于这些人 对于这些人 但是对于这些人 对于这些人 有机会要有的 这些人